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果不其然 苹果16一发布 迎来的又是一片炒粉 有位兄弟对16也是大失所望 就直接要了一台苹果15 外观几乎全新 没有任何瑕疵 性能也是顶呱呱 非常流畅 国航256G带有正品不见 充电只有4次平质坦比全新机四季张很划算 然后这台是刚才14pro 外观是全新的 万文啥神音味激活 品质和全新机一模一样 这是双和三代 是一tb的大据损 比国航又少个大机版又是六转到下 再来苹果15pro max 外观很新 没事磨损 大贼17pro行面 性能烂满 每版有锁机52张搞定 电效率100% 品质很棒 这是苹果14pro max 光换机 外观的品质是全新的 没有使用过 和新机一样 国航双卡 木枪行情63张 还有这台苹果13 外观挺新的 国航双卡 使用19流畅 相机拍摄也很厉害 换了新电池 还能再战三四年 木枪行情28张 这是苹果12pro 外观比较轻 大贼满血a14芯片 性能依旧流畅 国航128G 26带到下 这是IQ11s 外观能量 属于总新机 大贼小龙8G2芯片 性能很强悍 使用体验很丝滑 还有这个小米12 大贼小龙8G芯片 日常使用完全OK 很不错的相机 这是2018款的iPad Pro 大贼12X芯片 10英寸高耀屏 使用体验很丝滑 这是原装的POSE 橙色也很不错 还有这个SE手表 外观比较新 有很多硬度功能 是健康的小管家 下面是收 兄弟几期 这台还卖的60 外观保存很好 没有任何瑕疵 大贼奇琴球价S芯片 使用也很流畅 属于总新机 凭着冷棒 还有这个苹果13pro 大贼60英寸高刷屏 使用很四滑 美版原刷单卡 电效率96% 凭着很不错 这是20款的Mexbook Pro 大贼M1芯片 属于2-512大贼唇 性能依旧很强 很适合学习办公 耳机的话 二代的落达U561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很稳定 四代是落达U561 支持空间音频 五代是落达U561 降噪功能很丰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